當市政府推出新政策,會逐漸將市內道路的行車線收窄, 並將多餘空間設單車徑或擴闊行人路。 市政府認為此舉可以令汽車行駛速度減低, 從而增加交通安全。 有經常使用市中心道路的華裔司機對此不表認同, 認為只會令失車情況更加嚴重。 因為汽車速度快,是司機開車的習慣, 收窄行車線後不會令司機減速。 師傅花的錢未必獲得效果。